跟在脚 发于腿 主宰于腰 行于手 这几个动作是连贯 接接贯穿的 继续下面一个动作叫 左六方式臂 左六方式臂 继续 这个动作跟前面的动作区别挺大的 一起练 左六方式臂 左冲拳 动作 不要伸太直 左六方式臂 好 一 二 大手 旁 挤 往下沉 白脚 叼拖 叼拖 首先这个手 脚 点出去 叼手 脱掌 这个是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意念在里面 这个脚在这个位置 对 看出去 看出去 再往下沉 往下沉 对 这个手要有一个 叼拖的这种呢 叼拖的这个感觉在里面 好 插脚翻掌 翻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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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反 对 须部按掌 按出去 按出去 对 这是上一堂我们学的两个动作 再退回来 退回来一点 左六方式臂 跟右六方式臂 这个位置 它不光是左 然后我们前面右的 是向这边走 直接这样走 这个左的呢 它不但是左 然后还有一个白角 往上 往那个角度的一个方向 我们把这个方向也跟大家讲一讲 左六方式臂 左眼所攻垂 这两个动作的方向 我们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向前面是 什么方向 南 这是南 这是东 所以我们海底翻花 你看 你把一个海底翻花出来 你先看着哥哥打 你把一个海底翻花出来 你先摆好这个动作 站直一点 不用太低 海底翻花这个动作 你看 这边是东 你这个方向 应该往这边斜一点点 往这边斜一点点 身体 对 这个是东摆方向 正脚 什么位置 东摆方向 东摆方向 一般我们正脚是正这个 这个脚的后侧 对 东摆方向 所以这个 你那个摄像头可以 摄像头可以低一点 拍着脚 继续 继续 那正脚 对 正脚一步一步来哈 正脚完了以后 你看这个脚 正下去以后 这个脚起来 这么一出 这个步伐要清晰 你不能正在那里 完全没有反应 要正脚 这个脚就要出了 也不一定是马上出 就是马上要起来 正脚 先正去 正下去以后 对 一步一步的要清晰哈 这个动作你看 我们右援手 攻锤也一样呢 正脚 再出 知道吧 好继续 继续哈 因为这一堂是上面要 上一堂补课的动作 所以我们 尽可能的讲解方向 清楚一点 继续 海底放话 你先看着 先看着哈 正脚趋须 正脚 你正脚都没正好 所以我们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你不能随便这样弄下去 别着急 你一步一步做清楚 特别是 很多人是看着这个视频 这已经在 这个直播是跟着这个动作学的 你最少给人家感觉到 你这个动作是一个 比较规范的动作 提起 正脚 你别急着出脚 清晰 你看我做 你这个动作其实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动作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这个动作呢 还得放话 正脚 起 出脚 你再来 正脚 起 出脚 不要插那么重 轻一点 插脚 插那边一点 45度脚 那你这个是东摆方向 插脚插什么方向 什么方向 对 插脚是插东南的方向 大家要注意好 正脚 脚尖的方向是东北方向 插脚的方向在东南方向 继续 左手 我们之前也讲过 左手可以一直握着拳 不用松开 好 继续 一 二 右手是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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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右手是枪手 这个右手是枪手 松下沉 蹬腿 发力 你看 打出去是太直了 这个左冲拳比右冲拳要难很多 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 平时这个左冲拳要多练 没有力 右冲拳 左冲拳 打出去以后是一个回来的动作 这个动作 一个回来的动作 你不能伸在那里不动 跟右边一样 所以右边你比较好 左边就比较弱 左援手攻锤 再连贯做一遍 厚一点 厚一点 你不要往前站 对 这个时候开始回一点 这个手呢 一定要有一个力量往后顶走的意思 对了 这个力量要出来 知道吗 这个叫左援手攻锤 好 我们向这个方向再来一遍 向这个方向海底横滑 向这个方向 就是正面的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正脚 你看这个 这个变得在西南方向 所以你插的方向就不是太准确 你像这个地上的话 你正好在那个45度角 你不要随便插 你心中要有一个方向感 正面 对着镜头 正脚 插脚 发力 发力 你看这个冲出去以后 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松一点 打完以后 知道吗 这个叫左援手攻锤 好 下面接着左六红尸臂 还是按到我们正常的方向 向这边冲拳 冲拳 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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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怎么走 二 这个手要悬上去 捧起来 翻掌 往下沉 白脚 叼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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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的意念 跟勾手 叼手 蹲下去 脚伸伸伸伸出去一点 须部 这个叫左叼脱 然后再插脚翻掌 对这个手 翻出去 然后再收 看那边 按掌 须部 按掌 按出去 对这个叫左六红尸臂 这是上一旦的动作 再看我连贯做一遍 再看我连贯做一遍 海底翻花 正脚 这是上一堂我们学的动作 跟大家先补一补 好 过来 过来 我们开始学今天要讲的动作 有没有备课 有 这一堂我们学什么动作 右单边 右单边 然后呢 云手 这里是三招 今天可能还学不完 这里面论容挺多的 我们开始 把这个右单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先把右单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单边 六封尸臂 六封尸臂 先摆好 摆好六封尸臂 先摆好六封尸臂 好 一 一怎么走 所以右 对 你这个手还是有点散 你看 先还是看我做 你看 这个动作 右边的是这样子 左边的肯定是这样子 你往这边推 就不对了 记不记得以前我们这个动作是哪里做什么的 往哪里推 对 你那个手往哪里推 一念 你这个手本来在这里 人家是扎你这个手稳 所以你推在这个方向 对 这个是一个切下去的动作 你看到没有 一 二 勾手 三 插脚 四 穿脚 往移重心 移重心 穿脚 外方 再长 对 这个叫右单边 右单边 跟左单边呢 除了方向 位置 还是有一定的变化 还是有一定的变化 因为我们左单边呢 是横着走 是吧 右单边呢 是往右后方走 右后方 记住 这个右后方是什么方向 要反应要快 西摆 所以说这个反应要快 你东南西摆 在练太极的时候 这个方向感挺重要的 否则的话 我们一道拳要是打下来 打不回原位 你先看我完整做一下这个单边 右单边 再退一点 你那个镜头还是要近一点 好 继续 先看 左六峰四壁 这个方向是东南方向 所以我们推手